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 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余醫生要提醒觀眾朋友 經典的美食 如果過分的重油重鹹 確實是會有損身體的健康 對 因為我們在面對 臺餐的七之八位 在我們中醫來看來 很簡單就分為五個分類 就酸苦 甘心 鹹 那個入的五臟的臟腑 就對應到甘心 皮肺腎 他有五行相生的順序的關係 如果某一個滋味 攝取過多 很容易失去某個臟腑的運行的平衡 那在亞健康的病人身上 我可以在兩個地方 可以看到他過度的飲食 第一個是他腸胃的狀況 第二個就是我們最近 比較關心咳嗽這個議題 終於有一句話 五臟六腑皆令人咳 也就是說某個臟腑的不平衡 一定會引發一些咳嗽 你會看到很多人 他不是確診也沒有感冒 可是喉嚨常常都會卡一個東西 一直在清喉嚨的聲音 那我們回去再看他的飲食 或者他的脹腑的經絡 確實有一個部分會失去那個平衡 都可以推測得到 那我舉一個例子 我上個月接診一個確診的病人 用視訊 他確診的第一天就找我視訊看診 我們把藥開好開滿給他 可是他到了第八天解居格的時候 又傳一個line給我說 他說的症狀都已經解除了 唯獨咳嗽這件事情 越來越嚴重 喉嚨越來越腫 而且咳出來痰是又黃又黏的那種老痰 我就很納悶說那你把吃過藥丹傳給我看 我看過他的中藥丹西藥丹 其實以他的年齡 他才30出頭歲 以他的體重 所以醫師開的藥 消炎的成分絕對是足夠的 可是為什麼還會呈現喉嚨 一直在發炎這個狀況 那我就說你再跟我視訊一次 我還要開第二次藥 我透過鏡頭看到他的餐桌旁邊 很多條理包 因為他覺得他居隔期一個人住 他不想要烹調 而且他沒什麼胃口 他就用網路去訂那些很多餐廳 美味的條理包 可是那些東西為什麼好吃 那因為他一定是五味調味料做得特別重 所以讓他胃口大開 他會覺得說他至少沒胃口的時候 可以去吃這些東西 難怪他的喉嚨的發炎一直都沒有好 我告訴他你解居隔之後 自己可以開始出門買一些青州小菜 買一些比較清淡的飲食 果然說這一次改變的飲食 那我開藥大概三天 三天他的發炎狀況就緩解下來了 那我們常常剛才一直在提到說 五個味道過重呢 他會傷到某個脏腹 這個邏輯是怎麼產生的 我們剛才講 乾腥皮肺腎 木火土精水 他是相生的 相反的有一個相剋的邏輯 比如說乾木剋皮土 酸入肝 比如說酸的東西 他可以滋養肝血 可是如果過度的話 他就會剋到我們的皮土 所以大家生活一定有一個經驗 比如說酸的東西吃多 吃多像檸檬的東西 他就會傷到皮胃 那我舉個例子 心就是我們所謂的辣味 很多肝氣鬱結 比較憂鬱的病人 會喜歡吃一件辛辛辣辣的東西 可以疏乾禮氣 可是過多了以後會傷乾血 那傷乾血 乾血有什麼作用 乾血可以乳養我們的眼睛 也可以乳養我們的爪甲 老人家常常說 吃辣的吃辣的傷眼睛 就是這樣子 你傷到乾血 那同樣的 比如說像我們最近 很多人關心自己的肺 比如說肺發炎 要吃一點去火氣的 比如說莲子心 苦瓜去一點心火 可是過度以後反而是苦 會傷肺 所以我們五個顏色 五個杏味 其實是平均分佈 平均分佈飲食都不要過度 會比較營養均衡 請教一下余醫師 很多人愛吃台菜 吃的當然是一種傳統的家鄉味 跟味覺的記憶 特別是很多年紀大的人 吃到那個記憶中的味覺的風味的時候 本來這個食慾不振的都會提振這個食慾 對 我發現我常常在一個大家庭的餐桌上 看到很多兩代的一個戰爭 因為老人家很不能適應年輕人的西化飲食 比如說西 可能他們年輕人喜歡吃那種西方的冷湯 或素食類 可是我們在營養學 或者是在我們適合東方人的體質 其實是蠻適合台菜 因為台菜有幾個特徵 一個是比較溫熱的烹調方式 第二個就是剛才講的以米飯為主食 米飯為主食其實是能夠養我們的胃氣 而且以米飯為基底的話 很多的纖維的菜或肉都可以堆疊上去 其實這個營養是比較均衡的 比較適合各個年齡層的人 我之前有個病人 他之前全家移民到加拿大 後來這兩三年 他決定要全家搬回來為什麼呢 他說他的父親七十多歲了 有巴金森之症 那行動非常不方便 而且有輕微的失智 可是這個現象呢 會讓他家人禁止他父親出門 很怕他父親一個人走出去 就忘了回家的路 或者是他行動不太方便的話 有跌倒的危機 可是越是這樣呢 他的情緒就越來越低落 到最後他食慾也不是那麼好 那我們常常看到長輩食慾不好 接下來就是肌少症 那肌少症的話 事情可嚴重也可輕微 嚴重會慢慢會影響 他的生活品質啊 還有那個心肺功能 甚至剩餘壽命都會受影響 所以說他跟他父親的互動之中 發現只有一件事情 能夠讓全家的那個氣氛 比較緩合 就假日的時候 假日的時候他們自己買吃 才回家做菜 或者是全家人一起去上唐人節館子 這些會懷念那個家鄉味 他說他父親呢 一聞到那些味道 就像剛才安琪老師講的 台菜三寶 彷彿那個記憶 全部都被換起來了 開始話就會變得比較多 比如說會那個好漢提當年勇 開始整個生命力都起來 也因為這樣 他決定說乾脆全家人搬回台灣 台灣有熟悉的餐飲飲食 還有熟悉的那個親友們 會讓他父親之後 再做復健啊 醫療也會比較方便 果然之後 他搬回台灣慢慢接受復健醫師 給他的運動的訓練 加上他在地食材 烹調也比較方便 健康的狀況有逐漸的好轉了 所以我們在以前在長照機構去輔導 那個我們那個長輩飲食 會有兩個方向要注意 第一個是食物的風味 還有食物的烹調方式 風味的話 我們可以善用一些香辛料的東西 以及比如說當季的水果 台灣最出名的水果 我們用一些檸檬百香果可以調味 或者是一些中藥材 比如說當歸穿窮去提味 都可以增加飲食 再不然我們的飲食 就像我們兩位師傅 常常用的水煮水蒸滷肉的方式 其實也可以減少我們身體的負擔